我和Thomas聊聊恒指的情况 年升三个交易日 昨天收报23746点 结果走势上大家看着12月中的列口 底部在23817点 你觉得今个星期有没有机会突破到列口 回到24000点左右的水平呢? 暂时去看今日的状况是怎样 已经年升三个交易日 对应之前大概是22900点左右 计算出来的时候 都累计升了接近850点的状况 计算的百分比来说也超过3% 所以今天回调其实也有一个不出奇的状况 但我自己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回调 反而发展上会比较健康一些 但这个关键就要留意 今天回调的时候 到底那个幅度方面会有多大? 如果比较理想一些 仍然可以保持到23600点以上来收市的话 变成了今个星期 所以上市就介乎23800到24000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 但暂时去看的时候 你说要突破24000 都需要大市成交金额有一个配合状况 最近这三个交易日 都维持在1300多亿到1400多亿 如果未来的几个交易日 都可以继续有一个攀升的状况 去到1500亿流上的话 相对上今个星期就突破24000 就会比较高 如果不是的话 或者大市成交金额有进一步提升 可能有个心理准备 就要去到下个星期 或者再去到有机会 年尾的时候 月尾的时候 才有机会 可以是突破到24000这个位置 是的 但看到近日就有一个上升 就是连升了三天 但整体来说 其实你拉长一点的时间 其实恒指都是下降的 你看整体的下降趋势 其实改变了没有? 暂时看我自己觉得改变了 因为明显地最近这几个交易日的时候 美股的表现比较做得差一点 虽然纳指昨天就有一个揣定状况 但其实始终美国科技股的格局 都是比较偏弱一点 现时美国十年期的国债的知识率 已经是大约1.76厘 有些时间甚至是突破了1.8厘 这个状况 按着那个加息预期继续升温的时候 变成了知识率不单是高期 仍然会有一个上升的走势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变成了美国的科技股 被杀估值的风险就会比较高 之前恒指的走弱格局的时候 主要来说都是受到一些中资科技股的表现比较差 来到有一个拖累 但是明显地 就是刚才我们也看到 北水倾向买入一些中资科技股 但是如果你说外资一直有一个抛售状况的时候 当然就会抵消了这个购买的动力 但是现时应该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出来 外资应该按照一个计数来看的话 反而沽美国的科技股 就比起沽中国的科技股 那个逃利的机会会更加大 所以就近这两三天来说 外资就沽中资科技股的沽压比较小一点 所以就会令到我们会看到 近期那个科技股造号对恒指的表现 就会有一个推动的作用在那里 现在我们继续去试一下 那是我们继续来看的 在这一桶里的计算上 好看的 对这一桶里的继续 就是我们继续来看的 好看的 对那一桶里的继续 接着两桶里的继续